刀获中医,第二财长表示 传统级辅助医疗豁免服务税SST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早在去年的12月尾 政府就突然无预警的宣布 将会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开始针对传统级辅助医疗领域征收SST 而且一收就是收8% 政府就说这是根据2016年 传统级辅助医疗法令下 营业额超过50万马币的业者都需要缴税 只不过当时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 知道这一件事情 所有的这些业者根本压根就没听过 有这一条法令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当时有解释 这一个政府仅仅只是针对 这一个问诊费来收税 比如说这一个传统医疗里面 像是中医的中药还有药材 是没有在这一个征税的范围里面的 当时候其实引起了轩然大波 主流媒体更是玩弄这一个字眼 把这一个中医这两个字放得特别大 感觉上政府就是在针对华人来动刀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传统的治疗领域 包括各大民族的传统治疗 马来伦也有他们的这一个传统治疗 印度人也有 只不过主流媒体当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就是放大中医这两个字 好像整件事情就只是关华人的事情而已 那现况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政府已经宣布会豁免这一个 所谓对传统级治疗的这一个领域里面 征收SST的这一个事情已经豁免了 所以不再需要缴税 那为什么政府会突然悠转呢 其实如果有追我的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当时候我们就已经说了 政府大概率是会悠转的 那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传统治疗领域 它涉及的是全民 它不只是华人的中医而已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治疗 所以它必然会遭到很大的这个民怨 那这个民怨的反弹呢就会让这个政府意识到再这样搞下去呢 恐怕是有可能会丢掉选票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理由就是太难征税 那刚刚我们说了嘛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在当时候就说 只是针对问诊备来征收这个SST 所以换句话来讲 大多数的传统治疗领域的业者 如果单单只是看问诊备的话 几乎是没有太多的业者能够达到50万门槛的大关的 所以换言之 如果政府要硬硬去走这一条路的话 它或许就只能够收到那些连锁店的这一些SST吧 那种个别经营的小店铺 基本上呢 应该也是收不上税的 第三个理由就是 其实就因为刚刚我们说太难征税 你收不到多少钱 反而要得罪很多人 几乎可以说是得罪全马的这一个人民 但凡你有去看过中医 或者是马来友族同胞 有去看过这一个他们的传统治疗 都会对这一个政策 对这一个征税的方式感到不满意 因为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 到最后买单的其实还是消费者 那换言之呢 看完这三个理由过后 你大概率就早早就能够猜到 政府呢 悠转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只不过没有想到呢 他们花了挺久的时间 大概两个月半左右的这个时间呢 才宣布会豁免这个SST给传统及辅助医疗的业者 那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可以讨论呢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政府在吸取了这一次的教训过后 他们应该要明白 避免仓促的去推行任何的政策 那传统医疗 传统治疗领域 它并不是唯一的案例 那早前呢 这一个2024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安华才宣布 把这一个鸡蛋的顶价给取消掉 让它呢 这个价钱能够自由浮动 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过后呢 又把这一个政策给优转了 鸡蛋又有顶价了 那同时最近呢 有关于这个仓名大马白米的课题呢 也是搞得这个社会大众呢 焦头烂额 到底以后我们还有没有进口米 还是不是 这个进口米跟这个本地米的价钱呢 是不太一样的 或者是说差很远的 又或者真的如这一个所谓的 生活成本理事会的那个主席 他所说的 以后呢 就只有30块钱的仓名大马白米 到今天其实呢 都还是有很多疑问的 所以呢 从这几个案件看起来呢 你就能够看到 政府啊 不管他们要落实怎样子的政策呢 真的都应该要先内部好好的讨论 确保呢 这一个方针 确保这一个政策呢 不会有太大的变数 不会造成太多人民的负担呢 才推出来啊 否则的话 就每一次你会看到这一个政府的政策 刚刚新鲜出炉 然后过了两三天 甚至两个礼拜过后呢 就仓促的悠转 那对于政府来讲呢 是有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公信力的 政敌比如说国盟 也可能拿到更多的子弹 来炮轰这个团结政府 而人民呢 对于政府的信心呢 则有可能下降 或许华裔选民 华人呢 对团结政府 依然还是有很大的支持度的 像我们之前做的民调 哪怕团结政府 目前经历了 有怎样的负面新闻都好 都有40%的铁杆支持者 依然是屹立不倒的 继续支持团结政府的 但是马来选民可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很多马来选民 他们是中间选民啊 他不到最后一天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要投给谁的 那针对这些人呢 政府就应该要用一些很良好的政策 很有信心的这一个政策呢 来让这一些选民知道 诶 选你当政府 你是有魄力 你是能够做事情的 那我觉得呢 这样对于团结政府 尤其是希望联盟的长远发展来讲 才是一个正面的效果 那今天不管怎么样 政府取消或者豁免这一个传统治疗 这一个领域的这个SST呢 对所有人民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呢 对此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点赞 哪怕这一个悠转来的稍微 有一点词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